一個人在全世界面前 若然他經歷過一些重大的挫折 或者出洋相 若然這個人 就算EVEN 有另一次Take Two的機會給他 如果他能夠忍受到 世人給他的壓力 而這些壓力也是常人難以忍受的巨大壓力的話 他也會有機會在東山再起 若然不是的話 就只會是甚麼呢? 永遠都沉淪下去 一直都是這樣沉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一場英格蘭聯賽杯決賽 曼聯在溫布萊對著紐卡蘇 因為紐卡蘇正宣門賽跑表停賽 然後 賭巴卡也因為 之前代表過 外債期間代表過萬聯出戰 所以 就輾轉給了卡利奧斯 有一次的上陣機會 卡利奧斯是誰? 正正就是之前在利物浦 為利物浦上陣 在2018年的歐聯決賽 犯了兩次低級錯誤 令到利物浦輸給皇馬 失卻了那一屆歐聯冠軍的德國門章 卡利奧斯上陣 在賽前很多人都會懷疑 成為了這場球的焦點 雖然萬聯最終是贏了紐卡蘇 但是卡利奧斯 算是爭氣的表現 起碼令到賽前很多花生友都會覺得 難道卡利奧斯又再次派交 或者可以掃卻了紐卡蘇球迷的擔憂 至少不用擔心 總之 即是波輸了 但是卡利奧斯也算是爭回口氣了 好了 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都會有大家入隊朋友麻煩 Subscribe和Share這條Youtube Channel 英超期間都會繼續開Live 有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都Subscribe 一起看看波 出水講波經 周中歐聯和歐霸都會有 至少都會開一場 希望大家都Subscribe和Share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大家高台貴手按個按鈕 按個Like 按個Share Subscribe 或者留言 因為越多人的reaction 才會增加Youtube的推播機會 還有就是Follow IG 希望大家有IG的朋友Follow PATRICK來源路的IG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下卡利奧斯 今集說一下人物的 人物志 可以說是球員的 一些事跡 因為卡利奧斯這個人物都算是 可以值得說一下 明明已經 逐漸遠離了球迷的視線 而因為一次的機緣巧合 又令他再一次 可以獲得另一次的 可以說 即是生命的Take 2的機會 卡利奧斯 即是在德國出生 今年呢 其實卡利奧斯 只有29歲而已 即是 以龍門來說 絕對絕對 是黃金年齡來的 卡利奧斯 德國出生 德國出生 德國的比伯拉克斯 其實他家裡 他家裡 可以說出生一個 叫做 酸酸體育世界 他老爸 總之是很喜歡體育 他老爸 就是很喜歡車的 希望他成為一個 越野的賽車手 但是他在夜 就喜歡足球 希望他成為足球員 最終卡利奧斯 小時候已經接觸足球 小時候還未接觸車 接觸足球 五六歲已經進入少年隊 在地區隊 一直在扶宇直上 表現出色 然後加入 然後 輾轉於少年期間 即是中學時期 加入了德甲 史特加 青年軍 接著 一直到16歲 因為一場球 為德國 U16 比賽 對著馬奇頓 比賽中 有很出色的表現 得到很高的評價 令到 卡利奧斯 開始有些球探 就留意到你了 那時候 哪一隊看中他呢 就是曼城 那時候曼城 其實沒有記錯 那時候 應該是入主 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2009年 2009年 應該是入主 阿聯酋才團 但是那時候 曼城的球探 看中了他 將他 帶到英格蘭 加入了曼城的青年軍 但在曼城 大家都知道 哪有機會 出 因為年輕 龍門 只有一個位 有機會輪到你 所以 在曼城 留了兩年 都是青年軍 U-18 U-21 那些球隊 沒有為一隊上陣過任何賽事 那一年 又離隊 去了什麼呢 回到德國 去踢一個 勉恩師 勉恩師 當時他在二隊 即是預備組 繼續去 靠比賽磨練 直至一二年 又提升到一隊 逐漸 開始了 憑著一個穩健的表現 可以說成為了 正選的門將 當時卡利奧斯 在勉恩師 一年12月 為勉恩師出戰 創造了德甲最年輕的 門將出場紀錄 那時候 卡利奧斯 只有19歲 已經打破了德甲最年輕的門將上陣的紀錄 但當時的主席 就是杜曹 的勉恩師 杜曹 始終也是 他還是年輕 雖然給了很多機會 但還未完全是一個正選 即是馬上給他一個必然正選 但到之後的一季 卡利奧斯 逐漸 站穩了正選位置 在1415年度的球櫃 他上場了33場 是11次零封對手 之後就逐漸 之後的一季 更加踢滿了 34場德甲 只有42球 以黑馬身份 是取得第四名 德甲第四名 在那一屆 34場內 有9場 成功保住清白之身 那一屆 德甲在季尾選舉中 緊緊屈居 在拜仁的門上紐亞 紐亞 都沒有正常 紐亞都屈肌 成為了那一季 德甲最佳門上的亞軍 其實那時候 大家已經很留意 這位德甲 勉恩師 黑馬身份 第四名 出了一個這麼好的門上 又英俊 其實也挺英俊 卡利奧斯 挺型的 大家開始留意他 想著會否之後一季 會轉大球會呢 果然是 不過 不是德甲 不是多蒙特 不是拜仁 不是利華 而是英超 因為憑著出色的表現 成功吸引到 一支英超球隊 看中他 而英超球隊叫利物浦 因為他的領隊 就是德國籍的高普 高普 體用了他 適逢 那時候 利物浦的正宣門 就是米努尼 表現很不穩定 所以 利物浦就 以475萬磅 就簽入了卡利奧斯 其實 剛剛加問利物浦的時候 高普 最初都是安排 你和米努尼做輪換 其實卡利奧斯 那一季 也有不少 真的有不少 特別是 對這個 雖然他開頭的時間 就 叫做 是有個 蜜月期 但是 之後 是一場 對班茅的比賽 因為他的失誤 對應付 特別應付 傳宗波 似乎是被人看見死穴 對於班茅那些 被班茅最終是 反級 那一場利物浦 之後 對韋斯咸的聯賽 亦都 出現了不少失誤 那時候 令到卡利奧斯 又沒有了正選位 還是被米努列 拿回正選 卡利奧斯 唯有 水樽不穩 那些 傳宗波和決定上 硬是差一點 米努列 正選門將 有身形 撲救技術 也算不錯 但是 又是神經刀 還有 當對手 即是割球 死球 斬過來 一出球 他硬是 有些出形的時間 要不就 不出 要不就出錯了 第三 第三 後備 丹尼華特 更加 始終 級數上 好像當時的級數還未夠 所以 就只是在杯賽上 出場 所以 卡利奧斯 當時是完全未絕望 所以 到了之後一季 卡利奧斯 已經逐漸 擔正島 擔正島的位置 獲得高普的信任 其實一開始也是跟米奧列做鄰門 但是 今次 水準開始穩定了 出之 逐漸壓到米奧列 成為正選門將 特別 在歐聯的比賽 卡利奧斯獲得信任 而他也有水準的表現 一直在淘汰賽中 接連 幫球隊淘汰了曼城和羅馬 成功殺入決賽 若然說利物浦當年 即是 即是 這樣說 入到歐聯決賽 卡利奧斯的功勞是很大的 只不過 有時命運的事情 就是這麼有趣 去到當年的歐聯決賽 2018的歐聯決賽 對著黃馬 雖然 雖然 沙拉上半場 就跟阿拉教 一次 手掌手困著 就上出 拉教上出 令到利物浦 以為打少了主將 但是 曾經一倒 追回1比1 只不過 卡利奧斯 兩次的致命 可以說 低級失誤 最終令到利物浦 1比3 輸給王馬 屈居牙均 這場歐聯決賽 成為了 卡利奧斯 職業生涯的轉捩點 可以說 卡利奧斯 可以說 之後 雖然 即是賽後 你說普多 特地找醫生 去做一個醫學評估 就說 喂 卡利奧斯 在這場球中 因為跟阿拉教 撞一撞的時間 令到有腦震盪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他的 視線 影響到當時的視線 影響到當時的視線 令到他為何解釋到 為何 他繞一繞一繞 扔球給阿斌斯 為何 巴爾的遠尺 會拍出球進網 這樣 他解釋到 但是 又如何呢 這件事又如何呢 賽後 自此之後 但賽後 不要說自此之後 賽後馬上就來了 給網上的球迷 或者當眾的球迷 口珠不佛 又說他屎 又說他一督屎 又說他一督屎 一督屎 就是 The Stupid Keeper 那些 Stupidest Go Ever 這樣 說到有這麼難聽 得這麼難聽 這樣 但是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球迷趕踩踩都算了 連高普的信任都失去買 是吧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在那一季 之後那一季 季前的熱身賽 他也有機會上陣 但是他自己又不爭氣 他自己又不爭氣 又有一次失誤 又出現 之後再加上那一季 沒多久之後 利物浦的高價 遷入了巴西門上 艾利神 唉 真的沒得說 令到卡利奧斯球隊的前景 可以說走到盡頭 結果 留不到在利物浦 連高普都說 沒有了 他要先出去借一借 即是沒有上陣機會 那怎麼辦 就先出去借一借 先拿回信心 借了土超 比錫達斯 借去比錫達斯 想著比錫達斯 還可以吧 而當時 這份借用合約 當中有條款 就說是借用兩季這麼久 而兩季之後 比錫達斯可以 隨時用800萬磅 永久簽入 卡利奧斯 即是一個optional的條款 那好吧 就想著 去到比錫達斯 其實比錫達斯 其實比錫達斯 當初不是想借用卡利奧斯 因為當時 比錫達斯是正選門將法比 西班牙門將 就離隊轉去富賀 所以比錫達斯 就急著要開櫃 要找龍門 其實當時 比錫達斯 想著 借去向紅軍借兵 但又不是借卡利奧斯 是想著借比利時門將 米奴列 但紅軍就說 不行 米奴列 對我來說 他最後給一流 那麼 比錫達斯 可以說 就說 卡利奧斯 比錫達斯 殺你 好了 來到 土會超 卡利奧斯 很受歡迎 很受求迷歡迎 李物浦來到 大家想著 那兩個失誤 就行了 有哪個門將 沒派過交 對吧 想著 來到之後 慢慢再起回信心 其實開頭 卡利奧斯 開頭都很穩定 卡利奧斯 也作出過一些精彩的撲救 有好幾次 更加要不是卡利奧斯 比錫達斯 也輸了 也救了很多球 只不過 之後 在一場歐霸的比賽 對著瑞典的馬毛 又有一次低級失誤 令到信心的表現 也是嚴重下滑 因為又受到批評 所以 當初 不要說 要重拾一下 昔日 是一個得甲一夫當關的表現 連交出 好像正正常常 也好像做不到這樣 在之後的四場比賽中 更加失了十球 令到他一下子 由球迷聳而變為 被人噓的對象 被人噓了 最慘的是 場外面 又被人拍到 被土耳其傳媒拍到 他 變成了他 做喜愛耶婆的人 就算在土耳其背對著低組別球隊 兩個回合 總共更加失了六球 基本上 球迷看到他 就變成過街老鼠 表現是患得患失 其實 當時比錫達斯的主帥 根尼斯 最初也很有耐性 因為根尼斯本身就是 球員時代 他是土耳其的傳奇門將 他私底下 也曾經 說 卡里奧斯幫你補中 但卡里奧斯又衰 又不領情 說我假假的 你又跑過來 你只是土耳其 你不是 你教我 好 出之 他和根尼斯的矛盾越來越大 有一次根尼斯 也不止一次 都忍不住公開批評他表現 甚至 更加傳出 球隊說想終止他借用合約 但是 最終當然 還是繼續 但其實之後 利物浦又爆出來說 其實 搞這麼多事情 比錫達斯 就是不想 貨水買人 就是不想利行 八百萬磅的 買斷條款 還有 比錫達斯去到之後 是沒有出過糧 即是有幾個月沒有出過糧 比卡利奧斯 就是 卡利奧斯曾經入品 這個國際出業 是要追糧 所以呢 所以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不幸運 卡利奧斯 就是去到那裡 沒有辦法 之後 卡利奧斯回到阿浦 就沒有他的位置 在20年 曾經被外赦回到德甲 就是踢柏 柏林聯 在柏林聯 想著 大家在柏林聯 今年就厲害 是吧 在20年的時候 剛剛可以說 是 留在德甲之後的一季 那一季 之後那一季 其實都開始 慢慢 成為中油球隊 卡利奧斯 想著 回到柏林聯 必然正選 但是很壞不壞 因為 他真的又爭輸了 又爭輸了 真的 哎 回到他 就給了一個 奴迪 奴迪 同樣新加盟 只不過 是給他做少少少加盟 就已經 表現穩定了 所以 就坐穩正選 所以卡利奧斯 只是做了後備 回到柏林聯 都是做後備 在柏林聯 那裡 要去到什麼呢 要去到 即是二零年的夏天 加盟 要去到二一年的二月 二月中 才是第一次為柏林聯 正選上陣 在聯賽裡面 哇 你想想 即是後備到這樣 整季上陣了五次 然後 之後 當然 回到利物浦 但是回到利物浦 沒有他的位置 艾利神 亞祖安 連三號門槍都有 基里香 卡利奧斯 只能夠做四 甚至五號門將 高普 甚至明顯 已經沒有他的位置 若然四號門將 我為什麼要這麼貴 人工簽 你回來呢 是不是 我用了青年軍 好過 所以 卡利奧斯最終 在約滿之後 就離隊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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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22年 夏天 就是上年夏天 約滿之後 離隊了 一直離隊之後 一直都沒有球會 說是 簽他 那些 而當時卡利奧斯 大家只要看他的IG 那些 看得最多是 他到處去Fashion Show 要不就跟女兒到處去玩 要不就去看賽車等等 關於足球的事情 就不算太多 直至到22年9月 紐卡蘇英超球隊 紐卡蘇一個比較意外的轉會 就是 免費簽入卡利奧斯 短期合約 咦 紐卡蘇先進去 因為紐卡蘇想要一個 簽多門將 因為當時是上半季 杜巴卡 當時是外借去曼聯 卡利奧斯成為了一個 四號門將 因為當時是二號 就是達路 三號門將就是基里士比 四號門將就是卡利奧斯 趙薩 簽了短期合約 只想到一月 到一月之後 又再延伸到季尾 好了 最後 機會是何時來呢 剛剛 再對上一周的聯賽 當時其實不關卡利奧斯的事 當時就是 紐卡蘇主場迎戰利物浦 正宣門場撲比 正宣上陣 但可不可以 上半場出營 撲一個球的時間 禁區外出營 不知為何 按KOK的 拿對手接球 禁區外 蓄爾接球 紅牌 不用趕 紅牌 趕出場即紅 停三場 停三場意味著 在之後的聯賽賽 不用支援 好 撲比 紅牌不用出 還有二號門將 二號門將呢 紐卡蘇在冬季轉門槍 又收回 那個 就是杜巴卡回來 但是杜巴卡 已經上半季 位晚聯準上陣路 再飛大隊 唯一可以 等不到 三環底 centre 進去安排 已可面借後城 全部八場 只是足達 않 何況呢 至於 那現在買23季 最後就是卡羅斯 就是機會來臨 賽前 大家對卡利奧斯 可以在這場決賽上陣 是有點驚嚇 驚喜兼驚嚇 驚喜就覺得卡利奧斯 重新機會 但是驚嚇當然 這麼久都沒有正選 沒有穩定的正選 一來二來 當日歐聯決賽那兩個這樣的失波 很大陰影會否看得回 會否又派交 其實也是那一句 我們賽前也有分析過 只有兩個人 一是卡利奧斯憑這場翻身 要不就沒有了 這場你把握不到 你再派交的話 你退休也可以 玩完 卡利奧斯老實說 這場球 雖然最終輸球 但是表現毫不失禮 毫不失禮 全場作出了八次成功破舊 若不是卡利奧斯 紐卡索這場球 是不止失兩球的 下半場救出 威克斯的遠射都很精彩 在眉頂最下來的 單手飛身撲出 托出底線 這球很漂亮 所以 最終卡利奧斯雖然 未能夠為紐卡索 是贏得聯賽杯的冠軍 但是 可以說 他絕對是值得大家尊敬的表現 輸的兩個球都與他無關 第一個球 卡索比奧斯頂入 可以怎樣 第二個球 你可以說他做得好一點 也可以說有些暫停 因為輸近處都是龍門的暫停 但是 那球再看回 那個球 剛剛又碰到博文哲的彈高了 收死了他 起碼會不會先派牢 卡索比奧斯 這球可以說是自我救贖之戰 雖然 未競全攻 這球也輸了 但是 至少 他可以惡高堂告訴大家 我應付高水準的賽事 都還有這個能力 其實卡索比奧斯 你看看他過去的比賽 他基本功是不錯的 出營的時間也算果斷 反應更加快 只不過 真是離了離譜 之後 一來的可能 聯賽強度不同 令到 踢法的風格不同 令到他真的 都是很多 不多穩定的水準 而且 某程度上 他心理質素方面 都是差一點 即是那時候 特別的兩個 失波 令到他 好像 永不翻身 當然 有些球迷 在網上 有些人身攻擊 有些人身攻擊 不過是想他翻身 想去鼓勵他 這樣 令到他 這些 網絡上的欺凌 可以說 也是一個原因 為何打擊 信心 患得患失 但是 起碼 這一場 可以告訴你 卡尼奧斯 其實 他是可以 有能力 可以在高水準的比賽 繼續立足 不過這樣 最終是怎樣 不知道 真的要看看 因為始終 紐卡數 都是用撲比多 撐光了 卡尼奧斯 進身到二號門將 至少這場球 可以表現 我覺得他比杜巴卡 可以比杜巴卡 我覺得可以給他 二號門將 但是 接下來 會怎樣走這條路 不知道 就算下季 他不是英超 要在德甲 或者 例如去法甲 衣甲 甚至乎 可能再 聯賽可能 給予時 等等 這些 要去 補甲 補超 其實 要 賺錢的話 不是沒有機會 真的不是沒有機會 當然 對他來說 真的 好像哥仔說 如果命運能選擇 會不會真的 如果 當晚的歐聯決賽 沒有派交 沒有被拉狗撞到 沒有腦震盪 沒有影響到視線 沒有派交 甚至乎 如果當初沒有家文利物浦 這件事會怎樣 當時沒有遇過 對嗎 卡里奧斯 加油 你值得更好的 尊敬 絕對值得尊敬 你的表現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所以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多放一個讚 和訂閱 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在YouTube 訂閱 按鈴鐺 正常來說 新節目和Live 都會通知大家 若然 擔心 YouTube 不推播 不要緊 上IG 追蹤 Patrick 來源奴的IG 有IG也要人 麻煩 逢有新節目和Live 預告 我都會在IG 出Post 同時 亦會上IG Story 相關一下 萬別一失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Bye Bye